老爸 你给我看看这个东西 值钱不值钱 这个阿爸的传家包 老头现在给医院住了 给医院住了呢 我害怕他老头糊涂了 把哪个家东西救过 老头你说的是父亲 对啊 父亲怎么会拿家东西忽悠你呢老哥 你看他 弟兄 子们四个 这个阿爸高兴下 住院了 这看病了就是一个队 就是带一个人单独照顾他 他说谁照顾他呢 叫这个传家包给谁 嗯 我害怕他求助我了 我害怕这个东西 将来我照顾他了 老哥这不值钱的东西 将来得不偿是啥呢 呀 给自己的父母还这样计较吗 啊 这么计较了呀 这说呢 这个东西要值钱了 嗯 那我都叫好好的照顾他 这韩金刚哥 都不用来了 叫监队了 我叫他好好的照顾 嗯 要不值钱了 对不起 嗯 我还要养娘 我还要养娘 我还有自己孩子要养呢 跟我没关系 呀 自己父亲跟你没关系 那你咋的呢 哈哈哈 然后你这个东西 等于说是 现在是给你了还咋不是 没有给我了嘛 我现在拿出来了 嗯 我看看 到底是资不值钱 我这个人啊 是不见徒都不擦影啊 哦 那老哥你有啥事啊 你这个人 确实有点 不靠谱 咋不靠谱啊 但是也是在 把这一类洗零话都说出来了 这不是真事吗 那好 那好 那你给您看一下吧 首先你刚才说 感觉老爷子这个是假的 心肠啊 他不嫌善不漏似的 咋了吧你个老头 嗯 这生病了 拿出来个这东西 能回指尖了吗 我不行 哦 哈哈哈 那是这样了哥 有啥事啊 你这个是 大银元宝 这在国去啊 确实是非常有欠 非常有势力的这家 你言别说 嗯 银元宝是这个样子吗 对啊 你电视剧上看着你 那白亮亮的 这给这一样吗 你电视剧上看的是那种 两边高 中间有个土旗 还写了银元宝这样的 对不对 那是道具 你这敌都不拼啊 你都没有拼面 你这啥叫元宝啊 它是这样的 这银元宝 国际是返沙公寓 扔水嚼筑而成的 所以说啊 敌部啊 都会形成 不诡则的氛瓦 你这个确实是 真银元宝 而且啊 这个是 五十两的 你这个也有落宽 像这个是 道广年月 温水县 温水县的话 就是三锡 这个是酒厂器 酒厂器的话 就是祝银将的名字 道广啊 在外事件补偿 可以追溯到 以八五零年指倩 你现在已经将近二百年了 所以说啊 是非常珍贵的 而且啊 你这个气星啊 非常完美 两个翅膀啊 非常的怼秤 宝奖 也是特别入骨 非常漂亮 港带粉红啊 也没任何问题 温水县啊 老哥啊 你刚才说父亲是高月牙住院 对 不是大病 老人不带有一个高月牙 借着手嘛 啊 住院费的话 是你们几个兄弟拼 对 现在就是谁照顾老人 这个东西就给谁 对对对 这老头人给医院的母人照顾咋的 那是那是 温水县啊 像你这个价值 那是非常高的 像这个瓶箱啊 最少带十几万 而且啊 这还是现在的价位 你要是二一年的时候啊 翻个几倍 都没任何问题啊 你都说具体能给多少钱嘛 我好考虑咋照顾的 保守估计啊 十四五万 没任何问题老哥 十四五万 老板你没有忽悠吧 你是不是想叫我 照顾玩法 呃 骗我了 这个 不先生不露声的 关于这东西嘛 是这样老哥 嗯 这个颜凯门 无论你找谁看 都是颜凯门 像那个道广的阴定啊 春时亮 还是非常喜潮的 物以喜为贵 说一说啊 它的价值就高 而且贫向好 价值会更高 你这样 你清放心去照顾你父亲 有啥说啥 你如果说这个时候 这港带不是 你所父亲不是还没给你吗 嗯 如果说父亲给你到时候 你到时候 你照相处的时候 你来找我 最低是这个甲尾 绝对不会哄你 你这样吧 嗯 你不是说你确定能要吗 嗯 你给我叫点定金 我这个 我讲的肥卖给你不容 你给我下个定金 不不不老哥别闹了 你这东西还不是你了 我咋可以定金 对不对 那好 那我说你这样说 那我都想叫我按父亲 那把节干了各个他们都不用再来啦 我肯定叫他享受无言币呆 应该的应该的 照顾自己应该的 而且啊 好好保论 别把他咳咳咽咳咳咳咽会想家 好吧 肯定要找你 好好好想 好好好想老爸 没事没事